字幕提供 頭盔的基本型也是圓形 所以我們創建一個Sphere 把它放在頭的階層下 接著到屬性中 把Position Y 的位置按右鍵歸零 對齊頭的位置調整Sphere的大小 這邊我發現兜帽的耳朵形狀太大了 所以也調整一下大小 接著我把頭、頭髮和兜帽的模型先隱藏起來 按住滑鼠左鍵不要放開 向下滑動就可以一次性隱藏所有選擇的物件 切換到測試圖觀察一下頭盔的外型 耳朵的位置有圓形的結構 但是目前的布線不夠 所以我把細分數增加到36 按下C變成可編輯模式 畫面中選取的面 是規劃要做圓形結構的地方 選擇線模式 選擇線模式 把這個區塊的外框選起來 和之前一樣 使用MO、Slide工具加上Ctrl 拖曳出新的線段 並把線段內的面刪掉 這邊我發現忘記把另一半刪掉 我先刪掉另一半才能對稱建模 這邊觀察一下 預留的位置線段變數是16 我們創造一個新的模型Disk 同樣也是對齊位置 調整方向和大小 並把它移動到耳邊的位置 預設的Disk細分數是16 跟剛剛的編數一樣 所以可以直接把這兩個模型合併 並按下MP 把這兩個模型縫合在一起 我們把Disk的面選擇起來 使用移動工具加上Ctrl 拖曳的時候會長出新的面 使用俗放工具調整大小 接著再創造出新的線段 長出新的面 讓模型的形狀接近草稿畫的樣子 這邊可以先拉形狀 之後再調比例大小 我們先把這三條線使用MS Bevel功能 增加導角的細分數 這邊可以把Subdivision效果器打開 檢查一下外型 接著我們要來處理玻璃罩的區塊 把規劃當玻璃罩的面選擇起來 按下D is true 功能 把面內縮 記得要把Create Caps關閉 把對稱中心多餘的面刪除 接著我們要把模型的軸心 使用Asset Center功能 歸位在對稱中心點上 並且對其中心點位置 現在我們要把玻璃罩和頭盔的細節做得更清楚 所以我們要在兩者的邊界上 多增加鞏固外型的布線 先把圓球頂端這些線段 按下MN dissolve 刪除 接著把玻璃罩邊緣選擇起來 按下MO slide 工具 加上Ctrl 增加新的線段 另一邊也是 這邊我發現 圓形結構的邊線 剛好在這條線上 所以我們要先把圓形結構的線移開 這樣多切翻新的線段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圓形結構的形狀 因為內圈的圓形變小了 我們也順勢調整一下模型的比例結構 調整差不多之後 把頭盔的框線選起來 使用MO slide 工具 加上Ctrl 增加一條新的布線 頭盔按圓形結構間 也可以增加一條凹縫當作細節 接著要來處理頭盔下方的形狀 接著要來處理頭盔下方的形狀 按除 把最下面的面選擇起來 使用縮放工具 把Y軸縮小至0% 對齊下方的線段高度 因為頭盔是有厚度的 所以我們創造一個新的Sphere 所以我們會用來處理頭盔 調整它的位置和大小 按下C 讓它變成可編輯模式 接著也把下方和左半邊的模型刪除 把兩個模型合併 對齊最下面的線段高度 使用M1 Polygon Pen工具 和用MD 補動工具 把兩個模型接在一起 並且處理一下布線 基金 这边发现面的反光怪怪的 我们把全部的面选择起来 有一些面的发现是相反的 这时候可以用UA 对齐发现工具 面就会正常了 接着向内向下长出头盔卡榫的位置 实时注意中心点有没有多余的面 并且中心点要对齐好 慢慢的把细节的线加上去 把模型细修 增加一个Taurus圆环模型 调整到对的位置和大小 中心点准备 切換到正式圖預覽一下 我们发现模型有多余的点 找出这些多余的点并删除它 保险起见 我们全选模型的点 按下UO Optimize功能 优化模型 把全部的模型都打开 调整一下相对的比例大小 整理一下头盔顶部的布线 整理一下头盔顶部的布线 把剩下的细节也处理一下 当然头盔不会动也不会变形 所以多余的线藏在看不到的地方没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继续 最後我們把玻璃罩的面選擇起來 按下Shift加C搜尋Store Selection 把選擇的面加入Tag中 選擇Tag 可以到右下屬性視窗中點擊Hide 隱藏功能 畫面中玻璃罩就會看不見了 這功能只有預覽視窗看不到玻璃罩 可是選圖時不會受到影響